第一课 当下的力量 摆脱痛苦 进入内心平和的世界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灯火教育 这是一本不能用大脑读的书 这也是一本百读不厌的书 张德芬这样评价这本书 他是畅销书《遇见未知》的自己的作者 是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个人成长作家 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心灵领域书籍的拓荒者和奠基者 他说 这本书拥有改变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充分地实现我们本质的力量 他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力量 并成就了自己 他曾写文章表明 这本书的作者是他最心仪的灵性班主人 说他是他心目中最伟大 最有深度的心灵作家 但当初他们的相遇并非如此美好 2003年 张德芬第一次知道他的书 是一个朋友推荐的 当时的他看的一头雾水 根本看不进去 后来有一位高人来他家赞助 这位高人拿起这本书一边看一边笑 还说这书太棒了 他很纳闷 于是找来英文原版阅读 这才发现这本书写得真好 只是不好消化 等他再了解到这本书其实有简易版时 就赶紧找来原文书看 这才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觉得内容非常好 他为人生及人的灵性 追求提供了一个究竟根本的方法 此后 张德芬将他的所有书和演讲CD 作为了枕边读物 每天入睡前都要听一听 看一看 他自己出版的第一本灵性成长之书 遇见未知的自己 其主要内容也是受他的影响 以上是张德芬一个人的感受 但其实 许多作者 许多读者 也曾在网上留下自己的读后感 有人说 当你真正痛苦时 才能读懂书中所说的痛苦 有人说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悟是 我们拥有什么未来 主要取决于当下生活的状态和质量 所以 过好当下 未来的整个世界 也可能因此改变 有人说 人生就像一场旅程 重要的不是目的地 而是沿途的风景 以及看风景的心境 人不可能不受条件或形式的制约 但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 以及应对它的态度 还有人说 这是一部需要边读边做的著作 其核心的理念 富有超乎常人的视角 当然 也有人说 这本书看不懂 太深奥了 这本书究竟有多神奇 它到底是否有力量呢 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读才知道 这本书叫《当下的力量》 目前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 在全球畅销 截止2009年 在北美地区发售就达300万份 这本书在国外刚出版的时候 曾经长期蝉联纽约时报 《心灵类畅销排行榜》第一名 书的作者是艾克哈特·托利 他生于德国 从伦敦大学毕业后 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和导师 他是当代的心灵导师 在2011年评选的 世界百味灵性导师中 他名列首位 他用简洁明了的语言 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身体本身存在的真理 当我们生活在当下时 就能体会到爱 喜悦与平和 通俗理解 就是我们可以摆脱痛苦 并进入内心的平和世界 他的核心思想 是我们只能活在此时此刻 所有的一切也都发生在当下 而过去和未来 都是无意义的时间概念 通过向当下臣服 才能找到我们真正的力量 从而获得平和与宁静 关于这一点 并不是他从某个宗教中 得到的启示 而是源于他自己 29岁时的一次意外经历 这次经历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在往后的几年里 他致力于解释 整合和深化这种变化 30岁以前 埃克哈特脱离的生活 非常糟糕 他一直处于 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有时候也想自杀 有抑郁 他自己说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这个世界一无所有 没有爱情 没有工作 没有家 更没有人 因为他的身份而认同他 后来 他意识到内心的平和后 这才又有了外在的身份认同 然后 他也成了心灵导师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在29岁生日后的某个夜晚 他从睡梦中醒来 忽然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那就是活着没意思 感觉对这个世界的厌恶 以及对自己的讨厌 为什么要活着 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 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想死的愿望 超过了人求生的本能 这时 他的脑中出现了一句话 我无法再忍受我自己了 就是这一句话 改变了他 他在心里琢磨这句话 这说明自己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如果自己不能忍受自己 那一定是有两个自己 两个自己就只能有一个是真的 想到这里 他的大脑停止了运转 进而进入了一个奇幻的情境中 他被吸进一个能量漩涡里 因此他感到恐惧 身体也开始颤抖 但心里有个声音说 不要抗拒 于是他不再恐惧 任凭自己陷在漩涡里 之后他就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 他被窗外的鸟叫叫醒 他以前从未听过这种声音 虽然听到声音 但他并未睁开眼 可是他却看见了一颗钻石的异象 他想 如果钻石会发出声音 那一定就是自己听到的这种声音 然后他睁开眼 看到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也从重感胆兔到了爱 他在房间里四处走动 他对这个房子很熟悉 可是从从未真正看过它 这一天他很新奇 感觉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很质朴 就像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它们一样 例如一支铅笔 一个空瓶子 他发现它们都很美丽 也很有生命力 他获得了新生物 那天他围着城市转悠 对这个地球生命的奇迹充满惊喜 好像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后面几个月 他的心情都很平静 也有一种深深的快乐 后来这种感觉淡了些 但这种感觉却成了他生命的本色 此后他成了心灵导师 到世界各地旅游讲学 努力将自己的体验和心得 传授给世界的人 摆脱痛苦 活在当下 获得内心的品和 这个故事看起来有点玄 像是宗教里的开悟 忽然得到了光的指引 不过也有很多读者 是通过作者的这本书 得到光的指引 进而走出人生的困顿气 这本书对谁会产生什么影响 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但它至少能从三个方面给我启示 第一 明白痛苦的根源 也就能从痛苦中得到解脱 痛苦源于我们无法停止思维 它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当下创造的痛苦 另一个是痛苦之深 当下所产生的痛苦 都是源自对现状的某种形式的不接受 某种形式的无意识抗拒 而痛苦之深则是被激活 例如身边人的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行为 进而引发无限的痛苦 因而我们可以针对痛苦的成因进行对症下药 第二 时间不是解药 当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常说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但书中告诉我们 时间是幻想 没什么是发生在过去 也没有什么能发生在未来 一切都发生在当下 只有当下是我们的 而沉浸过去或者憧憬未来都是逃避当下 而逃避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回到当下 活在当下 我们才能改变一切 第三 活在当下进入内心的平和状态 抗拒会产生痛苦 所有问题来自于思维 当我们全然接受了当下的一切 当我们能成为思维的观察者 当我们能利用思维 并把注意力放在当下 放在自己身上时 我们就不会再被外界侵扰 也能获得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当下是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和力量来源 全书共十章 主要讲痛苦源于我们的思维 它总是思考我们的过去 或者担忧我们的未来 它恐惧当下 这便是我们不幸福的根源 而我们想要解决痛苦 那就不要认同思维 观察它是如何带给我们痛苦 进而针对不同的情况 给予了不同解脱痛苦的方法 之后我们就能得到平和与宁静的内心 全书最核心的内容是只有当下 此时此刻才属于我们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当下 我们能把握的也只有当下 因而能改变的也只有当下 根据上述内容 我们共分为四课 第一课 当下的力量 摆脱痛苦 进入内心平和的世界 主要介绍书和作者的相关信息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读 第二课 痛苦的两个层次 当下创造的痛苦和痛苦之深 主要讲痛苦的来源 以及痛苦的层次 第三课 意识之光 摆脱痛苦的途径 主要针对痛苦的不同情况 给予相应的对策 讲如何解决我们的痛苦 第四课 获得当下的力量 达到内心平和与宁静的状态 主要讲如何获得当下的力量 让我们不断前行 佛说人生有八苦 生苦 劳苦 病苦 死苦 愿赠会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放不下苦 所有的苦不过是曾有过的痛苦 留存在体内和抗拒当下 而产生痛苦这两层 当我们全然接受当下的一切 当我们正视痛苦本身 给予它全部的关注 痛苦也就不再痛苦 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放下痛苦 关注我们正在做的事 最后实现人生的圆满 尼采说 对待生命不妨大胆一点 因为我们终将失去它 不妨大胆一点 活在当下 活出未来 传递希望之火 点亮美好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